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静思堂 万人遇佛感念佛恩 同时也参与静思堂内的 消卿活动感念亲恩 我现在这种年纪 我父母还见在是很难得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带他们来 往年只是吃吃喝喝度过母亲节 今年的庆祝方式很不一样 那么洗脚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只是知道而已没有去进行 所以说今天这个 你们准备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直到我们可以完成它 多年奔波的双脚 孩子用温水细细擦拭 妈妈的内心百感交集 一言蓝尽 都不知道怎么样讲 心里要留一点会出来了 妈妈有没有特别为你 然后你不出手 你觉得很感动 有啦 每天要担忧 然后小时候 现在都是啦 我来不需要再担忧的啦 感念佛陀2000多年的教诲 对家里唐僧的活佛更要及时行效 带新闻马来西亚吉隆坡综合报导 带新闻马来西亚吉隆坡综合报导 你有什么花财群ид� holds 你有什么花财吗 你有什么花财 bending lam 你有什么花财 g 你有什么花财 g